一,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,需要熬中药,中药的药渣是不能够乱丢的,一定要倒在家门口的路上,据说这样可以使病人尽快康复。 二,已经怀孕的妇女,不能用手摸其他小孩在的头,这种习俗有两种说法,一种是小孩晚上会哭闹,还有一种说法是长不高,所以村里人定会小孩靠近孕妇。 三,如果刚出生的小孩在夜里哭闹,要用黄纸写上一段话,贴在路边的墙角,拱路人读。 四,小孩子在开始坏牙的时候,丢起牙齿的地点也有大讲究,上牙丢在地挖的地方,下牙要扔上房顶。 五,小姐的时候,将鸡放满了血,要摇到院子里,等到鸡彻底不动时才能拔鸡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